今天康熙主場邀請了 微笑PASSA的演員 還有原聲帶的主唱者 到現場來了 歡迎各位 歡迎 謝謝 今天的康熙來了 邀請了王欣凌 微笑王子張栋梁 以及特別來賓六甲樂團 還有音域高達21度音的 新人宇浩薇 來進行今天的康熙二選一 每道題目有康字號 與西字號選項 來賓花光押注金則 就得接受康熙交易換取押注金 每項交易的價格不同 交易完揭曉押注金額 究竟今天會是哪個倒楣鬼猜錯 成為殘酷交易的犧牲者呢 第一條猜的事情就是 這兩個簾子後面 各有一位美少女在 等一下簾子拉起來 各位看到了 都很漂亮的美少女 可是其中有一位 是真正的柔道高手 另外一位不是 我們要找出真正的柔道高手來 好 來 請把簾子拉起來囉 第一題要猜的是 畫面中哪一位是柔道美少女呢 首先是辛茹 她曾經在打籃球時 因為抄不到對方的球 而直接給對方來個過肩摔喔 接著是Coco 曾經為了讓分手不理智的男友 都冷靜下來 而利用所學出招制葡萄 好好猜喔 哪一位是 肌長得那麼狠耶 所以妳覺得Coco很舒服 對啊 妳覺得我們來賓會這麼容易 就被妳誤導嗎 我是憑良心說 那首先我們應該要讓大家 摸一下肌肉對不對 OK 好 那個 辛茹 這邊嗎 他們如果要摸捏小腿應該也可以吧 真的嗎 妳自己可以挑一個妳覺得 妳是偶像 所以妳捏小腿還會引以為勇 OK 我手有點冰喔 還滿硬的 手有點冰 等一下 妳可不可以稍微用力 接 有小肌肉耶 對啊 一般少女很少會有這個東西 張豆良需要摸小腿嗎 沒有 她是還我有大肌肉用的 沒事 通常練柔道會拿你的肌肉很大 通常手臂把還有腳 對啊 有附近 要不要給張豆良幹一下背後的寒毛 那根本沒有關係 妳自己說沒有關係還亂講 給余皓威她們看一下 要捏嗎 遮小腿嗎 用力 你滿壯的耶 小姐 因為她是柔道高手 有嗎 妳剛剛是拍瓦斯航對不對 我小時候是菜蟹場的 真的 要幫忙拿菜是不是 來 可可出來囉 來 可可來 你如果不是揉到手 你也是摔腳手 不然就是游泳的吧 對啊 肩膀那麼乖 她在打籃球的吧 用力 等一下 她也有耶 她也有耶 其實她沒有用力就有線條了 OK 可以借我按一下嗎 她 我們要猜的哪一位 是真正的柔道選手 並不表示另外一位 不是運動選手 有可能是一位游泳 一位柔道這類的 好 不一定 可可 謝謝妳 好 那接下來就是要展現的是 柔道的叫聲 如果是妳自己 如果是妳自己 發明一個叫聲 妳會用什麼叫聲 這就幫她男生用的捏吧 沒有 我說牆 妳沒有演過運動高手 沒有 所以如果妳叫 妳要叫什麼 就很正常 因為我小時候有學過 蛤 蛤 真的假的 妳先練出來 真的嗎 就擺個架式我們看看 是這樣嗎 OK 所以叫聲是怎麼出現的 就 蛤 好酷喔 她有氣勢 誰看妳啊 1 2 3妳要有氣勢 來 1 2 3 蛤 OK 跟徐希莉對喊 我不要 來 好 1 2 3 蛤 妳的眼神比較有殺氣 對 我一看就會把妳打敗的 真的嗎 妳為什麼眼神沒有殺氣 因為妳們看到我的眼神啊 好 那妳再來 妳對她吼 1 2 3 蛤 蛤 太可怕妳好 妳好可怕妳 妳看她裝可愛 她真的裝可愛 那如果出招的話 妳就輸啊對不對 她只要出基本招 妳應該就倒了 妳會出第一招會出什麼 好 我比較會踢腳耶 所以就直接攻過去 就要旋踢啊 沒有啊 就旋踢的話 可能是屁股跟腰啊 那我輸了 因為我本來想說第一招打 這樣子 妳看我一打就立刻被踢掉了 而且她只要勁道不足 妳只是晃一下 妳並不會倒地啊 也對啦 那 所以妳踢腳的時候 就會喊出那一聲來是不是 小時候 妳不要真的踢到它 可是妳要有氣勢啊 好 小時候啊 配合叫聲喔 小時候就會這樣抖… 然後就 有啦… 配合踢腳好像有比較強一點 到幾歲就荒廢了 好像才學不到一年 半年就荒廢了 所以當時去學的原因是 覺得這樣很帥 你們兩個是演情侶嗎 算是吧 什麼叫算是 因為一直在… 一直在曖昧中嗎 對 曖昧 最後沒在一起喔 對 不是演了嗎 不是演了嗎 去把它… 我們邊寫邊拍邊播 所以至今還沒有有 任何親密的動作出現 有啊 第一集我們就有不小心接吻 對 什麼叫做不小心接吻 就是我們的第一次碰面 就是一個 不會要吻吧 沒有… 只想知道狀況而已 就是… 當時什麼狀況 我在跑啦 對 然後我就是很衰 失戀 然後抱著我的包包 那個我在躲狗仔 對 我就在跑 跑… 就撞到這個我就會這樣 撞… 然後就這樣 掉了下來 然後就接的 我接腿了啦 你 撞到捲… 然後掉在他嘴上 那是我們第一次 第一次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讓那個 柔道美少女來表演一下 他們的叫聲嘛 好 來 欣如到我們這邊來 柔道是有固定的叫法是不是 就是 就你想什麼叫這個 也是可以震撞 妳先背對我們 然後轉身就要擺姿勢 然後要大吼一聲 1 2 3 轉 嗨 好亮喔 對不起 你手就這樣放鬆的嗎 對 她是來故意誤導我們的賭客嗎 手不定她會更有力嗎 心機那麼重 不用吧 OK 這樣就可以 她是香菇雞的來故意 謝謝你去主意 來 哥哥來 好 準備囉 好了嗎 OK 1 2 3 轉身 你很假 你以為你在拍戲啊 回去 因為他活著還有那種地動 真的 還突然很難猜 很難猜 感覺兩個都在開玩笑 很賤啊 就是一直不給人家真實的答案 兩個都很假 經過線索提示摸雞肉 再加上兩人呼柔道口號 到底在他們柔弱的外表下 哪一位才是柔道美少女呢 因為我也是覺得就是 很有線條 肌肉很結實 OK 所以張東良在亂壓對不對 我是覺得剛剛 她第一次走過來的時候 我說叫她用力 她其實很心虛 她很怕說她用力 讓我們看到什麼 她就很虛的 她一直在閃避 就像她叫那個也是啊 她故意叫得很容易 做一個貓咪的姿勢 對 什麼東西 最好樣 OK 所以這個比較有謀略的人 好 我們要看看到底誰 不是柔道高手 就要把她的簾子給降下來囉 不是柔道選手 是哪一位的把她簾子降下嗎 搶簾子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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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不知道 為什麼 對 對 好 我說她要清華 OK 把王心凌還有錫文他們的籌碼 收走囉 你是柔道尖角力嗎 你全部都會啊 所以你們的專業是 我們練好大人都會練角力 我們不會見到 找一個角力的 跟一個柔道尖角力 不然你給她摔摔看嗎 讓她這個 OK 我來go go 我們六甲的柳錫文同學 現在要上場面對心如囉 來 加油 請上場吧 我會問一下 加油 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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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摔高的男生 怎麼叫我人在講這句 等一下 我褲子先拉 等一下妳要那個 摔高的人 就高的人 譬如說像有時候 打籃球摔一個男生 不是這樣子摔過天摔 OK 就譬如說像這樣子有沒有 你就站平衡 好 這樣 你就站平衡那樣 然後就腳先進去 好厲害喔 柳錫文 看妳被柔道美少女公其不配 摔得慘兮兮 下次可要小心這一個狠角色啦 妳說妳打籃球是那個大籃球 因為就是打籃球那個人就這樣 妳想要他的球 妳是打籃球 我就生